但是我自己就觉得如果在所有PS模型的股份里面 SE就算是当中最优秀的其中一种 因为其实它根本就在东南亚里面 是属于阿里巴巴最高腾讯的终极混合体 它在东南亚那边既有腾讯的手游的近乎 在那边的垄断地位 它也有类似阿里巴巴在那边电商的优势 然后在东南亚这两边的竞争的对手也不足够他玩的 所以他纯粹被挑剔或被攻击的借口就是那一句 纯有营收未有盈利 所以在市场的估值紧缩和资金紧缩的情况之下 就借一些要是否也跌下去 这个情况就是短期你要面对是这样的 但是我真心说一句 我不理上面多少钱有货 你幻想我现在没有货的话 我可以这个位置我想买 是 因为整体来说 SE 除了股价有多灾难 我不管现在是1000元还是10元 你看回它之前两年 断年的增长是很厉害的 每个部门的增长是高 其实就算是高于腾讯 差不多是4倍的 断年的营收的增长 如果是这么强趋势的情况之下 就算往后放缓到4-50% 仍然是很好 味道很好 是 变成就是 当大幅地回套了 还有市值都去到差不多 1万亿没有了 可能到7千亿市值 这样的附近 我觉得如果再断两年 高幅四增长之后 你就会发现 PS会很便宜的 如果是百多米的价位 所以我会重新 那种美妙的物体要赚一倍 是 因为在数学的角度 你回五成的物体 你只要升一倍 你才会打和的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要一种 在投资的哲学里面 回超过一半的物体 严格来说 是只有三个理由 可能你是要这样做的 第一就是说 你找到那种更美妙的物体去追 第二就是说 那种物体再有跌多半的风险 因为你知道那些股票 是可以跌一半再跌一半的 第三个理由就是 搞烂机或者你等钱花 是的 你只有这三个理由 你没有第四个理由 所以就是说 如果这三个理由 你都觉得是 对来说不是的 那不如软转说 不如你继续耗 是 加注呢 你会不会建议呢 加注呢 可以讨论一下 加注呢 我又不是懦怯就是说 加注又不好了 我又不想那种懦怯的东西 不过 我说就是说 就算你要加的话 我都会说多个技巧 就是说 其实呢 就是软转选一句 你第一 是基于是没有做风险管理 有它无限飘的情况之下 就最后飘了下去 那你有没有想过 罗湿就是 我现在加第二柱 就是当是交货 那交货 你觉得呢 你有没有想过 是应该醒悟一点 你上一柱就是 因为没有风险管理 你又被人飘了下去 那你这柱 名义上交货 但是你可以想一下 你为了保护你第二不知金像照相 你由第二柱一柱 你就当你自己打油击 就是说 我加下去就是说 我不会再让你满下去了 是 你满到某个位置 我都叫我模型cut off 我宁愿反复让你打出去 我直至拿到最好的位置 买到你见底为止 我都不愿意让你飘一下 又一半飘一下 又一半飘到三转没有了 是 所以我经常说 就算我自己操基金 或者我做教书 因为我都是教股票的 我教股票的时候都会提倡 我说 就是 你第二柱开始 是要设置置算位 这个就是送给投资者的一个 看看有没有看法 对你一个感浪